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香》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有我许珊 另外有我们的以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河马昨天关于炸花胶 炸鱼肚 炸猪皮 强调炸花胶 也有相关的朋友解释给我们听 例如炸鱼肚有几千亿斤 沙爆鱼肚也有 原来也会用盐来 是这样的 不说不懂 正所谓大家一起互例互面 我们都会认识得更加多 亦都因为河马这个地獄厨神 煮了一味又一味这种惊人的菜式之后 关于他和可伯的关注组 马上都变了质 是吗?我又没有什么看法 现在变成了什么? 我看到关注组现在变成了河太和可伯煮食关注组 因为看着他煮了什么 例如煮海鲜 大家就想证明给他看 你这些垃圾煮得不知所谓 大家很简单又有清蒸的长杰蟹 或者其他的精灵如球 总之大家自己煮花架的东西就全部放出来 我这些就叫花架了 不知是否要自己煮 不要紧 也有很多听众留言给我们听 那些花架的心得 又觉得花架用来炒苦瓜 如果真的的话就很浪费 甚至乎有些芒有提醒了 如果有人敢死 就像河马那些东西 你竟然说是炸花架的话 海关也会来 走来捉你也似的 好了 我们回来说了 看到他们 都说了 狗改不了吃屎的习惯 忍不住 他就骂了大家一会 就是说我们这些黑粉 什么什么 还是怎样在诅咒我们 他诅咒我们 就没什么所谓 就是那句 杂住反弹 就没有回头 咦 搞笑 他又很快就回复了心情 这么开心 又大吃大喝 是吗 也跟海伯 也跟海伯正所谓 有粥吃粥 有饭吃饭 那就搞笑了 当然不是普通的粥 就是海鲜粥 他很喜欢吃海鲜 对不对 不知为什么 有些人就用臭蟹来形容 河马 不知为什么 他都会吃回自己的同类 这只蟹臭不臭 我们就不知道 不知为什么 他突然间就爱上了 或者跟这个蟹壳产生了感情 禁中鱼 可能是以认保刑 是吧 不知为什么 对着这个蟹壳 我们平时淫私作队 有得泳蟹 他是唱蟹 唱蟹 这么有趣 看到蟹都可以高歌一曲 有蟹 是 正确是练歌时间 我听到他练歌 昨晚不用开冷气 不如一起分享一下 好吗 他唱歌的时候可以减碳牌 不用开冷气 林超英都喜欢 应该可以 大家就坐稳 要穿鱼蟹就尽快穿了 好吗 穿得不? 锁一锁 1 2 3 Go 各位粉丝宝宝宝 晚上好 大家吃饭了吗 没有心情 现在吃饱饱了 现在我就想 是哼几句歌的 哼 哼几句歌? 我想哼你的头 好像是蟹会唱歌 挺有趣 是吧 神经病 很害怕 不用害怕 我怕你害怕得不敢吃蟹 但对于蟹 希望不要产生怨户感 不关蟹事 纯粹是河马 来 或者哼啦 红红仙花 长长分纱如愿出的 傻傻的我 傻傻的我 傻傻哀吧 这首 傻傻的我 是什么歌 超级无敌古歌仔 张智慧的那些 可能是西人在唱歌 但唱到鬼五马六 他叫你猜是什么歌手 他也是一个西人 他站在门框上唱歌 这个要听多一点 大家听到什么歌 记得留言告诉我 傻傻的妈 傻傻的妈 再来说 或者哼啦 红红仙花 长长分纱如愿出的 傻傻的你傻傻的我 傻傻哀 傻傻傻 傻傻的我不傻 傻傻 傻傻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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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们先跟着听听 傻傻 借傻黑马 心里应出雪 伤雪不花 我借开啦 男和爸爸和妈妈陪同出嫁 完全恩你 完全恩我 傻傻傻傻 封以沿途沙 封以沿途沙是什麽來的 丙我非不好嗎 哈哈 大家一次連唱不太會唱 怎麽人會對蟹唱歌 哈哈 她啦 是嗎 她令我聯想起周星馳 《家有喜事》周星馳不是中了那個 無定向喪心病狂症的 對著尿壺的鴨仔說我愛你 有些尿在那裡喝 原來之前周星馳 《家有喜事》的劇情 我們最初以為是作的 或者以為哪裏有人這樣 有人對著尿壺唱歌 或者說我愛你唱歌 但原來現在有人對著蟹蓋唱歌 真是厲害 《愛傳經來到我的地方》 《愛傳經來到我的地方》 《已想到這昨天的飯飯》 這是什麽歌 我不懂 日文來的 日文來的 大家聽清楚 不要嚇我 《那熟悉的溫暖》 哈哈 這個多一點 上天使的曲本 活過我 無邊的線上 什麼叫? 無邊的線上 哈哈哈 無邊的線上 國語來的 普通話來的 無邊 嚇得我 無邊的線上 上天你還在這裡 哈哈 衝不吵你去 我的愛上天使守護你 哇,好感動啊 何伯,守護你啊 你守什麽歌 我猜不到 不知道啊 哇,何伯聽完 何伯聽完會折瘦啊 這些歌 哈哈 確實長命百歲 折一點點 我猜到這裡 從此沒有 我去找 從此沒有 哈哈哈 柯仁記得衝刺啊 哈哈哈 剛才你說的那個 可伯 長命百歲 有個前設的 你一定不能留 前設? 他喜歡怎樣就怎樣 是啊 前設 周生訂通的前設 是啊 首先要插尿 還有 要嘗試其洗臣 哇,好可憐啊 不就少了 哈哈哈 有些人說不是可憐啊 還不夠可憐啊 還要再中風啊 這些 什麼 很誇張 哈哈 要何馬繼續照顧他 好,我們繼續聽完蓮歌 哈哈哈 過天時替我去愛你 愛你 海生 蟹都震了 蟹乾就翻生了 蟹乾就翻生了 撿一撿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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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得很慘啊 你死了都要聽他唱歌 真的陰空 所以被自私放 海來遇見你 所以我真實在 那麼努力 把最後的紀念 哈哈哈 嘩,大哥你唱什麼 我唱海了幾年 哈哈哈 那隻蟹就懂得唱歌 很恐怖啊 我要在畫面加一點 精索了都要踩上身 哈哈哈 死了都會翻生 應該死了都會把腳關掉 都要走 啊,蟹啊蟹 我想你前世一定做了很多陰質事 今世被他蒸了來吃 吃完連你的殼都不放過 是不是 你已經沒有一隻眼了 看到嗎?只剩一隻眼了 我也替你可憐 很可憐啊,很可憐啊 還要被他對著你唱歌 那我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向太陽 是,什麼要求? 哈哈哈 我希望你 未來的七七、四十九天 都不要吃蟹 為了悼念這隻蟹 你可否答應大家 可以 我必定不會吃蟹的 放心 蟹柳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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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可以超渡一下蟹 我們遲些可能來一個 不要漏了 以免被人說我們搞法事 我們找梁思浩那些 好嗎? 找他超渡一下 通靈啊 通靈啊 通靈啊? 要啊? 是啊 問一隻蟹呢 你這樣很可憐啊 通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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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我試著對你微微笑 你總是不見 河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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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畢好像在加拿大 河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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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一等,我们先看一看 各位,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人质这样的款式 就是告诉大家,他今天还没死啊 那不是? 哇,你们两个这么黑心啊,你们两个人渣啊 那他真的没死啊,他说他已经死了吗? 没错啊,你说什么?我们有没有错? 好了,我们看到最大的那个汤碗,好像河马面那样的汤碗 其实就是一盘汤来的 哇,大佬,好像我家的那些坑渠,那个什么? 厨房那个渠塞了的时候,一拧开最底的那个盖 有些塞住了那个洗碗盘,那个清盘那个渠 就是这一盘的东西了,我们一起看看好吗? 好啊,来 你多喝一碗,我请你吃饭 好,来 早晨啊,老公 早晨,老婆仔 老公,早晨啊,我们已经开始吃早餐了 大家吃了没? 哇,这只汤碗,我真的很喜欢啊,洗干净 等他放在这里做道具留念啊 好惨啊,你前世做错了什么事啊? 为什么死了都要让他这样做道具,他不肯放过你啊? 哇,这一盘东西,这一盘东西,这一盘东西都很害怕啊 啊,这一盘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是猪肚煲水乳汤啊 猪肚煲水乳汤啊 猪肚煲水乳汤啊,我们一次听一听他说点 解构一下这个,荷太乳里啊 是不是叫荷太乳里啊?不是荷太乳里啊? 这个,是猪肚煲水乳汤啊,有青沙仁,有胡椒煲的 还有些,少少其他一些 五指毛桃啊,这些就是五指毛桃 这些 五指毛桃,原来是这样的? 嗯,哇,这锅汤,哇 哦,又是水乳,又五指毛桃,又不知道什么 你早餐就喝这些东西吗?我真是第一次见到的 我早餐真的不会喝老货汤啊,老实说 他不是昨晚凌分前煲这些东西 然后就给可伯喝,可能啦,不知道怎样啦 可能叫可伯半夜起床看火 可伯看到自己煲了自己的同类,请问有什么感想 水乳煲水乳 哎呀,接着就很厉害了 为什么我早餐会这样的呢? 是啦 还有些红组啊 小小北奇啊,都有的 哇,好丰富 这个是晚餐汤啊,大哥 好啦,大家 吃酒餐啦 开拉拉,喝啦 不醒啦 开拉拉,咦,为什么又喝汤又喝猪奶呢? 为什么呢?这个我也想了一会儿啊 哈哈哈,真是有趣啊 猪奶水乳汤 我不明白这个逻辑是哪 还有,你看到旁边有两群Oreal 那些饼那些,看到吗? 是呀,他喜欢吃的 很有趣啊 早餐有猪奶有Oreal 其实你水乳汤再加一盒猪奶 都不用Oreal 你都可以吃的了 哦,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为什么它那个鹿油有半个呢? 为什么鹿油旁边有几个巧克力呢? 为什么制品这样搞得好像 哈哈哈哈 你善人出去吃巧克力 只要甜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盒烤子在这里 炒烤子 他们的组合挺有趣啊 我们试试看下碗筷的摆设 他们是两个平排坐的 嗯 为什么不是打对面坐的? 挺有趣啊 是不是它搓着大腿吃? 可能是的 喂它喝汤 阿婆伯喜欢嘛 它是要 手要有些东西摸着才有安全感的那种人来的 哇,爽啊 是不是 一边就在这里 搓呀搓呀搓呀 搓呀搓呀 是,那个叫做右手就搓着河马的大腿 右手就拿着水乳在那里搓 是不是 没搓 哇,厉害 好,我们再看一看 帮它开拉 对啦 开拉拉 帮我开卖那个 好啦,我们先吃早餐啦 拜拜 哇,真是颈天动地不! 真的很幸福啊 可白,是不是 这些要留给他啦 真是这么吃 哇,非常棒 还可以生存到今天 看来可伯是老当逆状的 这个我觉得是要给他一个评论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糖尿 你一早就喝这么多甜品 我也不敢喝 我们年轻过可伯一大截 我们两个饮食习惯 台湾不知道 台湾一定会喝黑咖啡 我有时会加点奶 也不敢加糖 也不敢早餐吃那么甜 我不会吃甜的 有时会吃甜甜的 一般来说我都吃很少 一个包就一餐 很稠奇 没有它那么丰盛 真的挺好 包也有糖 但也不算是那么厉害 你再数下去 牛奶也有糖分 其实就很少 但它真的像是猪奶 又是朱古力 又是Oreo 再做个老火汤 又炒一碟送出来 我还做过蟹吗? 没有啊 这个没有蟹吃 只是蟹盖 只是蟹盖 只是放在那里 装饰 这个蟹要凭钓一下 很喜欢它 做道具 也挺另类的 现在它就慢慢给大家放下 它对以前说过的什么 搞过的什么 挑衅人 子女 大家的火力就转向了饮食 现在大家就声讨饮食 它能否转型 它拿一些道具出来 就不要让自己出样子 能不能够避开到YouTube呢 这个呢 等待大家去告发它 就可以试试看 应该是声音都不行 它最近不出样子 就很搞笑 有些人就说 它不是去了整容 所以就不能出镜 样子包到整个木乃衣 这么大小 不是吧 看看木乃衣又如何 我已经避免播放刚才的歌 所以为什么唱到这么怪的呢 就是可能那嘴子动不得大 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唱得很难听 不如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有兴趣可以说一下自己 煲汤的心得 会不会这样 它好像大集会 五指巫桃水鱼 又再混合什么 可能有什么就混合 是吧 好 我们一起看看河北 熬了多久 好 一样 好 今节到这里 各位冷亲凍亲 不好意思 下次就敬请小心 多谢大家 一起笑一下 拜拜 拜拜